最近有个日系美少年上热搜 容貌清新 长相与流量明星不太一样 这个日本少年一双丹凤眼 眉目有天生的神采 一举一动优雅从容 还不满15岁 就有一大堆怎么才能嫁给她的话题 日本美少年藤尖斋 2005年3月27日出生 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歌舞纪名门高丽屋 爷爷是日本艺术院会员 二代幕松本白英 当代歌舞纪大师 奶奶藤尖继子是一名演员 父亲松本姓四郎 也是歌舞纪演员 在电视剧版的阴阳诗里 演过安倍晴明 两位姑姑分别是舞台剧演员松本纪宝 和日本女型松龙子 松龙子大家比较熟悉 与牧村拓哉合作的明星 演戏 唱歌 配音样样了的 松龙子说 小时候藤尖斋就跟着他玩 我也很喜欢他 愿意一直陪他玩 直到他长大嫌弃我吧 真是华丽丽的后援团 一家人随手能组成一部戏 电影《四月物与李》的父母兄姐 演员全是他家的 大家别把歌舞纪和义纪搞混淆 义纪是女性 而歌舞纪的演员只有男性 是日本的传统艺术剧种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日本社会 歌舞纪演员是极受尊重的 曾爷爷爷 爷爷父亲 都是歌舞纪的艺术家 到藤尖斋这一代 只有他和妹妹两个孩子 他注定是家族接班人 歌舞纪传男不传女 所以藤尖斋一出生 就注定受到注目 朝日电视台跟踪拍摄 他十年成长 小时候的藤尖斋眉目如画 两岁跟着爷爷首次登上舞台 跟父亲在台上时 还是像所有小孩子一样 忍不住打哈欠 但不一样的是 他在美光灯下成长 受到日本民众极大期待 藤尖斋出生后 就几乎天天到舞台下观看父亲 爷爷的现场表演 他打心眼里喜欢歌舞技 会自己模仿画脸 为了眼帘狮子 两岁时 就会自己在头上绑着肠围筋链甩头 大大的道具服饰对于孩子难以驾驭 不是乱甩就行 父亲和爷爷交得非常严格 一个没甩好 把自己甩成倒栽葱 痛得忍不住 躲起来哭 但这样一来 也懂得知道什么时候要坚持 怎么调整情绪 渐渐成长 藤尖斋四岁处登场 一朝一世已经失恋家子 继承了松本金太郎的名字 这是歌舞技世家的名号传承 随着表演和年纪提升 会一步步承袭前辈的名号 稍长大一点 他开始挑战女性角色 越来越成熟 11岁 藤尖斋出演了歌舞技经典作品 劝劲丈男主角 五脏房变庆 这是一个极具难度的角色 也是他的梦想 藤尖斋到了变声期 声音难以控制 唱腔无法达到预期 被爷爷不留情面的指摘 稍微长大一点 还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歌舞技剧本 虽然训练严格 家里气氛很舒适 一点不高压 更没有对孩子们区别对待 他在生活里是个媚控 兄妹俩感情超好 藤尖斋在日记里写 有妹妹真好啊 2018年年初 藤尖斋和父亲 祖父三人同时席名 一家三代人穿同款传统服装亮相 吸引了上万日本国民围观 藤尖斋的名号从松本金太郎 变为是川染武郎 这一次的更名 也意味着歌舞技业内对于他能力的认可 一时之间 高丽乌成了整个日本话题度最高的家族 也就是这天 人们发现 他少年的青涩渐渐退去 15岁的孩子 个子有了1米74 目测会要超过1米8 眼睛细长 眉毛浓黑 有了古典气质加持 容颜更耀眼 偶尔露出的眼神 能显示出不一样的野心 他在全日本爆红 登上时尚杂志 他的演出长长座无虚席 一登台就会引来阵阵尖叫声 现在 房间最热话题就是怎么嫁给藤尖斋 其实嫁到高丽乌家 可不是轻松的事 嫁这种家族首先要漂亮 因为后代颜值太重要 同时 还要完全按照他们家的节奏运转 职业女性还能休息 但藤尖家全年无休 男人们排练和表演 女性要担任家族歌舞技诸事会社会长 负责经营公司 管宣传 人情往来 工作不是一般的多 藤尖斋的相貌其实挺像妈妈 她的母亲本名官园子 是藤尖斋父亲高中就认识的好朋友 嫁到藤尖家 她就是对家族全身心付出的 接下来 15岁的美少年藤尖斋还有很多梦想 有些角色 祖父演了1100回 曾曾祖父演了1600回 她要超越他们 创造新的历史 这才是万众瞩目的名门公子 正如朝日电视台纪录片 最后的一句话说的 如果要翻越高山 那座山越高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